NEO 了世紀 天氣的不新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 朝鮮人對上曲折羅倫 這場比賽是 天梯的 封城沙丘 這場比賽呢 也是帝國戰爭的模式 這場比賽呢 是YO對上Viper YO這邊是選擇了朝鮮人 朝鮮人的特色呢 是他挖石頭的速度特別快 而且劍塔能夠自動升級 那他後期的劍塔呢 射程也可以高達13點的射程 甚至連火砲 工程工程師的火砲都沒有辦法進行反擊 朝鮮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工兵路線 用免費的工兵鎧甲 而且強弩馬戰車都可以使用的 那後期的朝鮮人雖然有大洛馬 但是沒有品種 跟三級馬鎧 跟三級工 所以打起來的部分 會比較適合做槍兵作為防守 然後搭配工兵火槍潛壓的策略 那後期投石車的射程 也是遊戲裡面最遠的投石車的射程文明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右邊大約出生點位 三點鐘發生的黃色玩家是Viper 那Viper這邊是選擇了曲折羅人 那我們玩家呢 都會俗稱這個文明叫做折摩人 因為他的能力實在是太折摩人了 所有的騎兵單位都有外增上的效果 這個駱駝騎兵呢 打騎兵傷害特別高 閃避馬 打對方的弓兵也是特別痛 肉麻的傷害也是非常不錯的 雖然沒有三攻 但是以高達地的情況下 肉麻還是有足夠的情況可以產生出來 重點是他的薩地力可以減少非常多的食物消耗 所以他後期出肉麻 駱駝啊 或是這些吃肉單位 都是非常划算的選項 那曲折羅人呢 他的打法還有這個相公路線 相公跟駱駝 只要點下金罐技術之後 就可以獲得近戰防護一加四點的效果 駱駝非常坦 而且這個效果是連駱駝弓兵 都可以吃得到的 不是駱駝弓兵 這個大象弓兵 好 那我這邊看到VIPER 前期的工兵有點射書 YO 像是有點優勢 那張地圖是帝國戰爭的關係 一開始就是封建時代啊 好 VIPER 這邊想要種田嗎 這裡不太對吧 這裡下模仿 VIPER 怎麼感覺 有點怪怪的 好 但是工兵逼退了YO 哦 這個田怎麼又補了一個模仿 這裡就一個模仿了 這樣還在多花個100木頭去幹模仿 前期呢 模仿是可以讓自己的秘養進去裡面去產生肉 但 VIPER 這邊是怎麼投資這麼多個模仿 有點看不太懂 哈哈 好 我還有家裡的狀況 看起來也是挺正常的 農田呢 也是開始灑下的 這邊應該可以先灑完農田之後再補第二個 那這個地形呢 是沒有辦法去種田的 所以這場封城沙丘這樣地圖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你的農田喔 每個可能都會像是拖欄一樣 你都需要把你的農田放在模仿旁邊 所以前期的防守農田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VIPER這邊是用工兵阻擋回去 雙射箭場 讓產工兵出來 好 旁邊是補到了9個人 9人挖金 這樣就可以穩定不斷工兵 而且待會升時代也沒問題 那接下來VIPER應該是要找個機會升時代 現在VIPER已經非常劣勢了 你看到YO這邊已經準備要升城堡時代了 VIPER這邊才準備要來到城堡時代的一半資源而已 那這樣地圖的中間有非常多野味喔 所以如果你是選蒙古或是哥德爾 吃這些野生動物的優勢其實也是蠻巨大的 前期是你能安心吃得掉 這些野生動物才行 好 升時代之後VIPER應該是要繼續走工兵路線 屈折羅的工兵路線 城堡時代還是可以打正常的奴兵 而且有拇指環喔 那這邊再轉出閃避馬或者是駱駝 就是很好防守對方的騎兵 或者是對方的工兵的路線 好 這裡要補個馬就才行 城堡時代的屈折羅一定是要搭配騎兵路線 作為主軸或者是復輸出喔 會比較好 好 YO這邊是點下來一二農二木 城堡也補下了 有挖石頭 準備要來出馬戰車 那VIPER這邊的工兵數量已經高達了16隻 但這邊由於YO有升時代的優勢的關係 所以現在VIPER沒有暫時要出去送兵 要不然這邊出去的話送掉就很虧了 好 目前看到VIPER是點下奴兵二級射 好 待會就要來提升一下 騎兵路線 騎兵路線這邊是轉出了閃避馬 閃避馬我們俗稱的斯利摩瓦殺騎兵 由於他的名字太長 所以我們玩家都會俗稱他為閃避馬或閃避馬 那他的效果是比較特別的 可以抗這個箭矢 讓對方城堡啊 投瓷車 奴炮啊 或者是奴兵啊 戰毛兵的傷害 對他都有這個擋箭矢的效果 可以造成零點傷害 就是不會造成傷害 好 這邊可以看到閃避馬的效果還蠻明顯的 打這邊閃避馬基本上是不扣血 好 不扣血 直接貼在打 但是後面城堡傷害太高還是可以秒殺 所以遇到對方大量城堡的工兵時候 閃避馬還是會有閃不掉的問題 好 YO這邊是補下第二根城堡 YO這邊是單TC 雙堡 後在升級當中 然後這邊YO的資源量其實還蠻多的 是可以考慮要不要直接上個樹地 但是現在15不夠 黃金也是 哇 結果馬戰車直接被射爆 這邊又走了進來 這邊防守不錯 防止直接為死 好 第二層防禦進來 MIPER沒有賺到更多的甜頭 好 那現在馬戰車的防禦是5點 工兵雖然有19隻 MIPER這邊開始打他自己拿手的防守反擊 但這邊也沒有機會可以點下二級農田 好 這裡轉出一些生旅 開始在轉石 結果MIPER這邊轉出了大象公兵 大象公兵打馬戰車效果其實也很好 因為大象公兵的體質是非常優秀的 可以看到這邊血量是250滴血 馬戰車只有150 真正少了100滴 而且攻擊力的話是8點 馬戰車的話是11點 但是攻擊速度是大象公兵比較快的 因為他還可以加母子環 射擊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好 這邊順利拆掉一台馬戰車 MIPER走大象公兵路線 這就有點意想不到 好 但這邊馬戰車數量有點多 MIPER這邊開始轉出了戰毛兵 好 閃避馬上前 但是YO沒有打算要 剋離 打算要正面決戰 這裡閃避馬 哇 但是這麼多打下去 感覺不是很優啊 閃避馬的閃避效果實在是太好 吸收掉了非常多的傷害值 右邊這個招熊升旅直接被點掉 後方的17隻工兵還在努力輸出 對了 應該要自己首點去點後方的奴炮 不是怒炮 奴兵 馬戰車打奴兵實在是很高的 Viper這邊打完之後有點打輸 因為馬戰車是有天生雙防的 防污力的效果 免費的弓兵鎧甲在這個時間點就會非常優勢 Viper要點一下弓兵鎧甲的話需要投資更多的肉 在弓兵系裡面 不管怎麼投資到地龍時代 Viper也不能把弓兵當作主要輸出的主軸 畢竟這個沒有強弩部分可以打 或許要打弓兵的話還是要靠自己的大象弓兵才行 Viper這邊補下了僧侶科技 給下了神聖思想 要用修道院轉僧侶去牙子馬戰車的做法 這邊還沒有轉出戰毛兵 戰毛兵剛剛不知道有沒有升級完成 如果有升級戰毛幣的話 還是可以隨時轉出戰毛 反制閃避馬 反制個馬戰車 好 那YO這邊是鱿魚跟城堡的 支援但是想要往前蓋寶嗎 但這邊要往前蓋有點困難 YO這邊稍微偵查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為好 動靜為死 好這邊想要來蓋城堡 閃避馬再次上前 第一時間點掉了生旅 好二級馬開這手點好 目前看起來YO是有火力上的優勢 要往前蓋寶應該不是問題 這個城堡可以再蓋往前蓋一點 好 雖然彈池馬戰車viper解不掉 想要靠奴兵靠閃避馬 靠僧侶就解掉還是有點吃力了 好 但奴兵這邊設計的很開心 這一坨奴兵DPS已經拉好拉慢了 已經 已經不虧 後方的城堡可要被蓋好 好 這邊點下槍變升級 閃避馬開始解掉了非常多的馬戰車 後方的奴兵也是立了大功 好大傷弓兵在前面繼續砍出傷害 好這裡升區要不要收進去 增加一下城堡傷害 增加傷害 用城堡傷害去補 哇 有蛇鳥的一台 好 點下了銀罐 撒地利 這樣待會所有的軍事 這個需要肉類的產人 都可以比較便宜一點 好這裡展出了更多的馬俗 有蛇鳥 絕對要城堡是帶閃避馬打到底了嗎 那兩邊對射 現在工兵裡面有傷害加成的關係 對射的結果應該是wiper會贏 血量掉的有點快喔 好 wiper這邊是轉出了更多的馬俗 閃避馬跟裝甲戰相也來了 YO這邊是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槍兵路線 守閃避馬 配馬戰車的路線 YO這邊呢 是出工兵單位 這種 木頭消耗的單位 都有減免 所以他出槍兵啊 或戰毛 這個成本也會比較便宜一些些 好這邊 裝甲戰相 四隻已經出發了 這次wiper家裡的閃避馬數量明顯不夠了 這裡還是沒有轉出 戰毛兵 而是選擇了閃避馬的路線 好 閃避馬努力的輸出 這也掉了幾塔馬戰車 馬戰車的數量可以變少 戰毛兵動得出來 還是有升級好 重裝戰相看到對方從事過來 選擇後退 但下面這一坨兵力有點壓力太大 wiper的兵力一直出來 當在下水餃的感覺啊 把這個馬戰車 打閃避馬上來實在太高 後方的戰毛兵也要打很久 裝甲戰相再次上前 但是YO轉出了頭十車 頭十車砸了一發之後 裝甲戰相只能選擇撤退 後面這十台馬戰車 暫時還是解不掉 勝率的部分 可能要再考慮再按一下 比較好 好 wiper這邊點下了工兵台甲 提升一下自己的戰毛兵的生存能力 馬戰車開始走進來了 好 戰毛兵開始 換級 好 這裡只要出戰毛 當兵跟馬戰車都可以靠戰毛兵搞定 好 殺地力點完之後 這邊單位造價變得非常便宜 爆出大量的吃肉單位 覺得是划算啊 但是後方的衝車又再次出發了 YO這邊槍兵雖然有點多 白魄要把閃兵往後拉比較好 中到重裝場槍兵損失了非常多閃兵馬 閃兵馬直接被戳爛 後方的戰毛兵努力在輸出 但是沒有二級的工兵台甲 被馬戰車打還是有點突破血流的感覺 好 那這裡直接硬吃 管 你有戰毛 我有戰車 兩個都是開戰 好 但是奴兵真的是太脆弱了 被馬戰車打個之下就突破血流了 看要不要再刷到城堡裡面 加城堡的箭矢數量就好了 槍兵上前出了一下大象 大象直接被戳到只剩一隻 VIPER這邊的部隊好像有點夾不太住 YO這邊是3TC繼續農 VIPER這邊是3TC也在農 兩邊存在差不多106吋 但最後這根城堡還是順利拿下來了 VIPER最後是打贏了前方城堡哨戰的比賽 前方沒有哨戰的話 後面這裡要找個機會補個大型箭塔之類的 好 航空箭塔 稍微控一下前線地圖會比較好 但只要讓對方一站上高地就會很難受 好 這邊YO也要再嘗試上高地 不然在低處的話 打架的話不太有力 好 這手VIPER也點下了 走推車 好 這裡要趕快再補射箭場 感覺戰毛兵的產能真的很不夠 明顯不足啊 好 那YO這裡有展出投石車 投石車打戰毛兵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想看到VIPER這邊是點下了料王技術 提升一下視野的部分 下面博一跟城堡兩個人蓋堡 這要蓋很久 好 這邊直接拆掉了一個 射箭場 等兵馬出來第一時間收掉 好 再上方又補了一個時間長 戰毛兵開始要慢慢成形 VIPER的戰毛兵不成形 就沒有辦法進行 擋海牙子 好 擋位來到13隻閃避馬 戰毛兵數量來到了10隻 好 YO這邊馬戰車繼續鏟 這樣這邊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這邊要長個帝王了 好 YO 帝王時代補下 VIPER這邊一直被壓著打 虛擬羅人 平常都是在折磨人的 結果現在反被對手折磨 YO的馬戰車配槍兵路線打得非常漂亮 然後VIPER這邊應該要盡早投資 戰毛兵的路線會比較好 畢竟戰毛兵能扛 YO這邊所有的配兵組成 除了這個投資車以外 好 馬戰車開始 受到了戰毛兵的成盾輸出 投資車上前 這裡低調防止 想要來抓到投資車 投資車砸掉的話 應該就沒問題 OK 這一波反擊之後 VIPER應該是能打得贏 正面這一坨交戰 好 戰毛兵還在努力往前輸出 但是後方的長槍兵有夠多 好 當然戰毛兵的數量明顯起來了 30隻的數量 現在一發頭毛 就可以秒掉一台戰車了嗎 好 可能需要再往前一點 後面的戰毛兵有些都在打建築物啊 好 趕快再繼續輸出 投資車出來砸一發往右砸 砸到了大量傷害 閃兵有在上前 右邊在吃一坨戰 投資傷害啊 哇 這個投資有點痛 好 VIPER這邊把黃金重新搶下 帝王時代已經準備好了 還有30秒的時間 然後一升上去 就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好 馬戰車數量還有18台 數量越來越少了 只靠槍兵跟戰毛 只靠槍兵跟馬戰車真的很容易被壓制住 所以轉兵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世界帝國除了是節奏遊戲之外 也是轉兵遊戲 節奏轉兵做得好 這玩家通常優勢會更巨大一些 補腦爆兵的話其實 很容易就列於劣勢 跟對手不會傻傻的 等你去用一個兵種跟你打到底 對手是會懂得轉兵的話 如果你不會轉兵 這個遊戲就會很難上手 所以這遊戲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轉兵跟前期的觀念的這些地方 是要去學習的 沒有學的話就很難玩得起來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15隻的清洗兵 開始要轉肉麻了 隨著羅人這邊出肉麻也是相當便宜 一隻肉麻大概是60塊錢左右而已 20塊的肉 這邊是城堡打帝王 Viper沒有要轉出帝王世代的樣子 投資了非常多的肉麻 肉麻雖然來到了21隻 這邊直接扛著城堡的傷害 好這邊肉麻上前 肉麻趕快先打巨型頭司機才行 但是肉麻好像並沒有想要理巨頭 巨頭想要靠自己的工程戰槍去解決 戰槍直接第一時間收掉了 後面戰狼兵開始往前走 大肉麻現在往前想要抵 喔不是大肉麻輕起兵 輕起兵往前頂之後 現在直接被戰車收光 戰狼兵這邊還在努力輸出 把這個戰狼打得有夠痛 好戰狼兵成型了 那驅逐洛倫又再反擊回去 Viper這根城堡拿下之後 可以考慮開始點帝王世代 好戰狼再繼續往前 歐歐這邊要打贏這一堆戰狼兵 頭石車奴炮或是肉麻 都是一個不錯的路線 但肉麻的部分還要先升大肉麻會比較好 而且因為他們有三級工兵鎧甲的關係 所以這邊打起來 打戰狼兵還是很容易被集火秒掉的 這個戰狼兵的數量真的是多啊 好 Viper這邊點下二級農田 這邊有個小小多線 這邊部分戰狼兵 還在努力跟馬戰車打交道 現在已經剩下14台 本來有30幾台數量 Viper點完二級農田之後 帝王世代也要馬上補下 還有3分鐘時間 Viper現在資源量是還可以接受的 因為現在經濟還行 黃金的部分還有一點點可以挖 如果能把這邊黃金給拿下來 Viper的勝率會更高一點 這張地圖黃金數量也沒有到說非常多喔 黃金上也算是蠻緊繃的 所以這邊提早轉出肉麻跟戰毛病的防守反擊 我覺得對Viper的中後期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項喔 才不會因為黃金消耗太快 然後到城後期要轉兵困難 或是難一發打倒對手的問題 好那這邊看起來Viper是穩住了正面之後 轉出了閃兵馬 閃兵馬要等一下地龍世代 轉出精銳版本 在上前會比較好 好戰毛兵打馬彈車 帝王世代還是很有效果 馬彈車這邊是9加4 13點傷害 投資車砸一發 躲掉嗎 沒有 好這裏曲子羅人點下了 更多的肉麻 帝王世代好一分鐘 歪歪是大槍兵升級好了 而且3級防禦鎧甲也有 在YO這邊支援有點炸裂 木頭有點爆炸 2000多的木頭 這個2000多木 看待會要去花在哪個地方上 還是要灑更多農田去轉肉馬呢 轉肉馬的好處是消耗沒這麽嚴重 而且我有大肉馬 抓這些戰毛兵的話 自己的馬戰車也會稍微舒服一些 而且在YO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正面的槍兵 有點快要擋不住對方的肉馬 好去著羅人地獄時代 還有5秒鐘升級好 戰毛兵的數量 還是非常誇張的多 好一直到帝王3級攻 要把我卡出快點 對先趕快點個3級攻 3級射點完之後 化學 正兵技術 先把戰毛兵的路線升級完畢 這樣打對方的肉馬也會稍微好打一些 好結果正面有點虧不成軍 戰毛兵的數量開始大幅下降 但是這邊成功了 捕撈了對手 蓋城堡 這邊可能需要拉更多出名怪來蓋 差點有可能蓋得起來 但是現在巨型投資機已經準備要來製造了 上方的城堡沒有開始按 好先點了一個3級馬卡 拒著羅人 這邊是送光了自己的閃避碼 這邊看要不要直接轉出弱馬就可以了 好化學還有20秒 哇這一把這是從頭打到欸 開局兩分鐘 打了快要50分鐘了 好現在40分鐘 閃避碼十隻往前 閃避碼十隻往前 好這不是閃避碼 這個是新騎兵 他打洛瑪這個機會可以點一下 現在有足夠多多黃金 好點大洛瑪了 來了 趨久羅人的洛瑪狂暴 薩蒂利的食物消耗減免 配上戰毛兵洛瑪狂噴 好但這邊並沒有打多線 YO這邊趕快轉大洛瑪 去多線抓錯名也是不錯 但是VIPER也是有在做防守的 並不是完全毫無防備的 YO這邊可以轉火炮 趕快來插一下這邊的巨型投資機 好這邊有開殘 回到了陣地戰的部分 陣地戰的話 現在誰輸誰也不好說 如果VIPER這邊也轉出戰項來的話 那這邊就會很難打了 VIPER的人口已經來到200人口 YO這邊還差6個人口也來到200 好前男達羅馬上前 戰毛兵 點下了拇指環 好馬戰車的數量開始往下下降 但大洛瑪直接第一時間 被槍兵給戳到了頭部鞋了 後防這毛兵在殺地之處高地進行反擊 但戰毛兵的數量實在是有點少 現在這邊有點難打的 這邊有非常多的洛瑪想要突破多線 那這個多線一定打不太贏 但城堡還是順利拿了下來 那VIPER的城堡 這一根巨型頭司機要找個機會趕快繞幹 逃走比較好 好終於打了進來 VIPER這一波多線終於有了城堡 正面扛線 側翼開始抓村民 就是VIPER想獲得效果 多線進攻 窒息式騷擾 好當YO也展出了自己的大型劍塔 免費的劍塔升級 讓YO的防守可以順利建立起來 陣地不太容易被突破出去 後面巨型頭司機再度架了起來 VIPER這邊則是投資了 救贖思想 待會就可以來造想工程器單位 火炮了 還有投石車 那以現代YO這個局面來說 投石車可能要再看情況去出 因為現在要展投石車有點難打 我是覺得投石車早點出來的話 對打戰毛兵來說還是比較方便的 畢竟火炮打戰毛兵 並不是這麼的有效率 這目前看起來 VIPER的肉碼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擊殺了非常多的單位 當然YO的村民處只剩下117村 VIPER這一波進去之後 開始有點打出差距來了嗎 資源量開始不太一樣了 VIPER這邊的資源量來到了85000多的資源 大概領先4000的資源量 好 再來一把巨型投石機 就可以收掉大型劍塔 那現在的結果是VIPER轉出了自己的關鍵單位 閃避馬 因為 對 斯利姆阿 殺騎兵 單位打馬戰車也是很痛 但是要小心前面的槍兵 對 待會VIPER也可以考慮轉火槍 如果黃金夠多 但是現在的情況下轉火槍 我個人認為不是那麼好 不如就繼續閃避馬配戰毛 或者是肉馬配戰毛的路線 然後後面看要不要再轉大象弓兵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大象弓兵這邊要轉型成型的話 也是不太容易 畢竟自己的黃金已經來到了緊繃 兩邊都是處於斷金的狀態 好 那YO這邊是 點下了大肉馬 大肉馬的話還有2秒鐘 好 血量終於升級上去了 這裡直接補了一個大石牆 好 閃避馬跟肉馬過來 回頭打一下 但是VIPER又從另外一個地方衝進去 這波VIPER想要生東及西 下方的這些兵你就儘管去吧 裡面的聰明我就用閃避馬來拿下了 看起來大肉馬又要來抓巨型投資機 但是VIPER好像沒有防守 似乎沒看到 上方批肉馬直接衝過來 拆掉第一台 第二台巨型投資機 順利拆除 VIPER這波有點失誤 但是YO家裡一片混亂 城內的人一直被追殺 但正面部分大肉馬跟戰寶兵 還有轉出火槍了嗎 好 這邊是最後決定轉火槍路線 好 火槍打槍兵的話效果很好 但是很怕馬戰車的傷害 火槍兵這邊轉出是正確的嗎 我不太確定 感覺不太能出 畢竟這張地圖的黃金量不夠用了 這裡轉火槍就意味著 待會的黃金會非常吃緊 好 閃命馬打完之後 現在YO的村民處只剩下80隻村民 由於自己已經拿下兩台巨型投資機 現在暫時不用害怕VIPER的繼續進攻 但VIPER在要思考一下到底要怎麼辦 才可以拿下這根城堡了 好 閃命馬在後面就是虎視丹丹 還沒有出動 上方的城堡補下了一個新的 這裡成為新的政經戰的防守地點 好 閃毛兵 這邊高打滴打得很開心 好 閃力很高 閃毛兵 但是不會有太大問題 VIPER這邊又來個多線 再次多線 但是這邊槍兵有備而來 順利的守住這一波閃兵馬 VIPER的肉馬這邊送的還蠻開心的 村民處還是壓制在來80吋左右 好 這邊要找機會把自己的村民給農回來 但是聰明書來說還是VIPER領先 支援量已經來到了差距 快要1萬支援 地圖上的黃金已經完全歸零了 石頭跟黃金都沒得挖了 兩邊現在只能成為垃圾兵大戰了 肉金 肉木 肉木 一直出 YO這邊是有木材的消耗減免 VIPER這邊則是有石屋的消耗減免 兩邊都是有減免的文明 好 閃毛兵繼續反擊 好 開始往回拉打 上邊努力的倒下 努力倒下 閃毛兵這邊已經擊殺了非常多的單位了 好 YO這邊已經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坨戰毛擊殺四隻的單位 最後YO的馬戰車配槍兵肉馬路線 沒有成功拿下VIPER VIPER這邊最關鍵的東西 還是多線騷擾 但是沒有多線騷擾的話 可能就會一直僵持下去了 所以大家在打世紀帝國的時候 打到中後期 進入焦灼戰的時候 嘗試一下BD 確實是個好辦法 雖然YO有BD 但是並沒有做到很好的成果 反正是自己先BD之後 反正家裡開始進入防守狀態 進入防守狀態之後 想要打回去 就真的越來越困難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YO拿到木材上勝利 輸的話 大概輸了1萬5 VIPER這邊肉是真的拿得多 環節部分還稍微領先了一些 石頭的話是輸了一些些而已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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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